不过这个部分呢 就请各位回去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那我又把答案都放在这个云端上面 包含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第一类的 那第一类主要考什么 其实就是读什么 读Jetson档 所以第一题就是读Jetson 那读的话一定是对应到就是字典 Dictionary 读进来之后处理完 产生他要的栏位就OK了 那第二类的话呢 基本102的话也是Jetson 跟证一下XML 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 所以XML 然后把它输出成什么 它Rise出去变成CSV 所以这一题有点像XML ToCSV 而且中间留下 它可能栏位很多 但是要留下就是它要的那几栏就好了 OK 所以XML ToCSV OK 回去的话 这还是一样 练功题 因为题目太多 我不可能每一题具细迷的讲 但是我有给各位参考的解答 你们可以把它当范例 回去再练功 那如果你不是考证照 你可以改写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考证照 你就是要一模一样 大概差别在这里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也是XML 就是跟上 这个是Jetson 103 然后Rise它有个YAML 不过YAML其实跟XML有点类似 反正就是一个资料格式 这一题比较特殊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104也是Jetson 然后输出也是Jetson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类好像考最多 就是把Jetson挡 所以之前我们有讲过 如果读取Jetson挡的那一部分 你可以先复习过 然后再来做这些题目 增加自己的读取Jetson的能力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那个资料库 所以这边有一个readdb 这个.db的话 就跟我们之前 那个SQLite一样 我们不是先建一个 什么Cursor01.db 或者什么SQLite01.db 这样就是一个db资料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放在根目录 这个db里面已经有放资料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它用slate 就是先connect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来把它slate回来 就会有里面的资料 它就是要考你会不会读取它 然后把里面资料读出来之后 然后再做那个输出结果就OK 其实这题应该也OK 不是算太困难的 那这个是第一类部分 答案的部分的话 在云端上都有 所以如果你需要比如说刚刚讲的第一 那个第一 101就这个 然后2022就底下这边 在这里 这个框框里面 而且我一样 很贴心的帮各位做这个整理 但有一些是可能长得不太一样 可能不同时间做的 你们可以再做参照 那坊间也有类似卖这种书籍 就是有专门针对这个考试卖的书籍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已经够了 不过这些资料也就是给各位参考 因为我还是有版权问题 所以今天也就是说自己用就好 OK 然后其他的部分 103到105 第二类部分的话主要考什么 其实第二类的话 201主要考搜寻网页里面的某一些字 这个我前面有讲过就是考RE 有一个module叫RE的 RE的话就是正责表示法 比如说我要找这个网页里面 到底出现TQC加有几次 他会RE return说找完之后 这个网页里面出现TQC加总共的次数几次 OK 这个然后再来考什么 考那个美元的收盘汇率 把美元的汇率把它扒出 他会提供给你HTML 有点像我们之前做那个台营外汇那一题 蛮像的 OK 然后把它输出成一个CSV OK 然后再来就 台湾彩券 一样 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做那个 爬那个台湾彩券网站 OK 的那个相关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大专院校名单 这个也是 这个是爬网路上面的一个json档 他会给你一个网址 然后把它做输出 那最后一题的话 这个是20 205的话就是那个空气品质指标AQI 这个跟那个PN2.5那个还蛮像的 也是会给你一个json档 然后做最后的输出 所以看得出来 那个这个TQC加这个证照 很喜欢考json档 很喜欢考那个从网路上抓json 或者直接给你一个json档 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如果这些东西都会的话 那理论应该 后面你要参加这个考试就不是太困难的事 当然之后 如果你们 假如说 有遇到问题的话 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再提出来 那管道非常多了 就你们在影片下方可以留言 提出比如说你可能准备考试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相关 这个考试规则的或者考试流程等等有问题 你也可以问一下 那我会直接在下方就回复你了 OK 这样应该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平台 再不然如果说你有问题相对比较复杂 你用email 如果你要找我的email的话 你很简单 你就google 吴老师的email 就会出来了 这个不是笑话 这是真的 因为之前有个同学 他说老师我要找你email 后来他有没有给我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就google打吴老师控一个email 真的都出来了 我是没有试过 如果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实在没有 我再写一下好了 OK 那我觉得应该还蛮好找的 好 那大概就这些 因为待会的话 我们会需要给各位一个小小的测验 那测验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请各位待会 一先到云端上面 我又把云端上面放了一个资料夹 就是python进阶考试的结果上传 你跟上次一样 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 如果你知道座号 你就把座号打上去 然后加你的姓名 再来的话 我们待会就针对证照考试 所以证照考试的题目 我一样放在这边 然后一到九类 你就 6到9类 第六类 那待会的考试题目的话 就非常简单 就是第六类的话就是2 就2424好了 602 704 802 904 OK 应该可以知道 2424就对了 2424 基本上我们是采那个 不open book 所以你就是 就是我采取信任的 然后你们就自己把它做完 如果你觉得做得比较快的同学 你还可以就是再把那个 4242 没有的 你也全部做完再上传 OK 就加分啦 反正我就是第一个 你如果做基本 我给你一个基本分 如果你做越多 那我会给你越多分 OK 然后呢 另外呢 如果你写过的 最好加一些注解 如果你的写法跟我不一样 你可以稍微叙述一下 为什么你这样写 OK 然后你可以 大概让我可以比较知道说 这是你有思考过的 那分数 我会向上去再去加一点分数 另外 另外今天我有讲过说 可能要交一个作业啦 不过好像刚刚有同学有问 如果你有做你就先交 如果没有做的话 在未来你也可以再谷交 最晚就今天啦 今天要交 如果你今天来不及交 那不然你就先交这个 之后 就是改 我要送成绩之前 一定要给我 就没有给我也可以 或者在船上来也可以 OK 我大概 也许我三天内 给我应该都可以 OK 作业的部分 好 那请 那我们考试 就交一下